能问一下就两位是广谷导演来找你们 就是出演这个角色的时候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过程 然后来找的时候就是现在演的这个角色 是的 是这个是演的就是这个角色没错 没有换角色这个事 然后那个一开始找的时候 其实是那个就是说先见个面 因为其实广谷导演对我们这个新生代 其实还不是特别的了解那个时候应该 对然后见面之后 通过聊天啊谈话啊 然后跟我说小飞这个角色 就是我这个角色 然后就说感觉跟我的这个一种 这种人物感是吻合的吧 对他觉得我能够把这个角色诠释的好 然后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然后我又看到了剧本 然后非常的感兴趣啊 特别好看的一个剧本 然后接着这个角色这部戏 哎呀本来找我是六爷那角色的 但是年纪太小了 也把他的筹备的那些东西 那些照片啊 给我看就很很很详细的介绍等等等等等等 所以也是有一种魔力吧 我觉得老炮 参与到了其中 那如果假如说 两个人把角色换一下 会有兴趣演对方的角色 换一下 就是作为演员 你换一下都可以演 都可以演 但是你说如果是已经播出了过后 我觉得每一个角色都会有一个先入为主 然后每一个人去他身上的特质 我觉得更适合这样这样这样的角色 所以没必要去换 同意吗 同意啊同意啊同意 对对对对 但是就是对这如果拍 咱们都已经拍完了嘛 确实我觉得 嗯 虽然我没看过电影啊 但是我觉得相信这两个人物都会得到 希望能得到大家的喜爱啊 所以我觉得相信导演 因为这是导演的对我们的这个 安排的这个角色嘛 肯定是有导演还自己的想法 跟他因为剧本是他的 他对他这个人物是什么样的一个特性 所以说这方面我觉得没有什么 当然如果其实我们作为演员 像他说的 如果说是换过来演的话 当然我们也去演啊 就是完全是不一样的两个人物 我就是 嗯 吴云凡天其实提过比较想演那种反派的角色 甚至变态杀手什么的 是 对对对对对对 就这个角色其实它有一点点反派的那个元素在里面 对对对对对 就觉得比较过瘟 嗯 特别的过瘾对 同时也是具有挑战性的 对因为没有尝试过嘛 呃当时导演然后封导啊都给了我很大的这个鼓励 然后呃也学习了很多东西 其实呃跟管导聊剧本的时候 他就跟我说你不要把它想像是成一个这种反派就是去演 因为他其实他导演甚至说这部戏其实没有觉得反派 呃他只是说就是代表了这几代人 现在的一种情况反映一个特别特别现实的一种 就一种状状状况 其实小飞就是一个就是一个叛逆的小孩嘛 比较张扬 然后就是说呃 在《家里台语》比较好 但其实也是极度缺乏父爱的 缺乏观众的这种关心跟爱 跟保护的 所以说呃是很真实的 呃呃这个人物我觉得确实是看完之后 有可能不但觉得他不是反派还会心疼他 嗯这样 这个白发的造型是呃你有题可以建立吗还是 对跟导演一起聊的 对导演说因为导演其实想的是每个人在这部戏都希望有一个颠覆的造型 嗯像冯导也是跟以往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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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物 光从那个造型感来看啊就是这样的 所以说呃呃 观导也希望这个一出现就是不是以前那个大家认识的吴亦凡 那么呃头发的颜色就是一起想的啊是不是可以尝试一些新的东西 嗯嗯嗯 那李峰这个角色其实是有一些叛递 那在这个上面有没有做一些功课或者是体验有些人生活的体验这样 嗯嗯 其实每一个呃 嗯嗯可能我的生活以前没有像小波这么的一个 严重的一个叛逆的感觉 但是你很多时候都可以在呃生活当中去积累到这样的人物是怎么怎么样的 呃呃 大家而且我现在也跟他的年纪差不多 你那也能够知道啊一个嗯嗯一个对父亲的一个叛逆它是什么样 然后结合剧本去去按照剧本上的人物再去把这个呃呃 呃呃呃 посмотр这个情绪叛逆的感觉再去把它给丰满化 然后现在新的北京人年轻的呢 他也没有那么强的一个北京的 北京话的那种老北京的感觉 本来他讲的也是一个富与子 一个两代人之间的一个 大家的不一样吧 所以到没有在北京话这个上面 给我那么那么大的压力 当然这可能是我拍这部电影 所要面对的一个比较困难的一个问题 之前也去找了老师去学习 然后跟虎哥他们也都是北京人 跟他们多聊聊天去找一找那种北京话的感觉 那如果因为我北京话的问题 已经让大家出戏了 在这儿跟大家说声对不起 那这个吴亦杉这个角色 他是喜欢《武侠小说》 然后他其实对于这种老北京人 这种道义规则 其实是充满对于很感兴趣的 但他同时又是一个光二代的 对玩具体的形象 就是你怎么把握他最后的那种心理矫正 嗯对其实像刚刚说的 导演其实他的把扣能力非常的强 他也非常了解小飞是应该怎么样的 就像刚刚说的 他不是那么的单纯的一个坏孩子 绝对不是 所以说他的转变其实是自然而然的 因为其实在一开始他出现 你就应该知道 他其实就是一个年轻的一个老跑 他其实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性格 他喜欢江湖 他喜欢这种称兄道弟讲义气 他喜欢这种东西 武侠这种这种他有这个梦想 所以他到后面对六爷这种尊敬 这种共鸣这种感觉 这种包括心疼 是从心里面去真的这样感受到的 然后最后其实是让他折服 其实非常的等于说是崇拜了 可以等于说是对六爷这个人物 是一个非常自然的变化过程 所以你能够在影片中感受到他 其实是不是一个坏孩子 其实只是因为他的环境而造成的话 那其实就是正确了 他就是不是一个这样传统的坏孩子反派 有没有哪一场戏就是让你觉得表现起来最难的 难度最大的 难度比较大的应该是 他的 他变成黑发之后的那一场戏 在他的家里面 对 第一那场戏其实是先排的 就那时候我还没有染白发 白发现在没拍呢 因为那时候黑发 其实那是先排的 那个时候其实第一 首先当时也是跟冯岛队戏也会有一些紧张了 然后这这段戏也很重要 是一个转折对小飞旧人物来说 非常的重要 如果拿捏得不准的话 可能这个观众就感受不到 他到底是一个什么路数的人了 因为当时自己还是也想了很多 怎么样能够把他演的 让人觉得他其实不那么坏 是我当时想了很多的这个问题 当然导演在这方面给了我很多的帮助 怎么样去把控住这个度 梅峰这边 有没有每一场戏 让你觉得难度最大 好 别见 好的 别见 有人来探班 难度特别特别大的 对话在那个喝酒那时候 其实没有 因为他这场戏 他不是说我一个人在那表演 他是两个人一起 那这个就是跟对手是特别重要的 也是特别舒服的一件事 就是作为演员的话 遇到一个特别厉害特别好的对手 他可以带着你 然后你进入这个气氛 进入这个环境角色里边 你去把这个关系给呈现出来 那非常幸运的是这个对手 就是冯小刚导演 前期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 读剧本 也是读这一场戏的剧本 然后拍摄当天 我很早的就来到了现场 然后胡歌带着我去熟悉晚上要拍的那个场景 他很仔细地告诉我 一会儿有什么什么什么样的人会在这个场景里边 这就是给我一个作为演员创作的一个安全感 我们也排练了几次吧 当然都不是从头到尾这么走下来 都是大概这个点是什么什么什么样的 那晚上直接来的时候 大家一起喝了一杯红酒 暖暖身 一条就这么下来了 中间也会有一些突发的状况 但是这些东西其实都是非常天才的 因为我自己觉得 如果永远都是按照一个约定苏晨的一个东西来表演的话 如果没有新鲜的 其实不好玩 因为我们不是拍胶片 我们可以再来 但中间有一些小的状况 但都是在人物合理范围以内的 然后大家你来我往跟小文导演 你会觉得 哇 这拍完这一条 你会觉得还想再拍几条 非常的 非常的 顺利 那两位其实第一次合作呢 就是当知道就是有一个对手是对方的时候 是什么样的 他要是一女孩就好了 原来你是这么想的是吧 因为这个戏里边 许晴姐就没有 没有女孩 没有那么多的女性角色 因为比较多的是男人的戏 对 所以没想到你是 有点失望啊 是吧 看到你有点失望啊 没有想到就有更多的这种对手戏 因为剧本里边看完剧本就知道 没有那么多对手戏的 对 但是那两位都是这种当红偶像 肯定就是仿边格来看 外界来看的话 会觉得你们会不会有一些需要标系啊 需要竞争啊 或者说是在一起合作的时候 会不会互相比较这样 所以就可惜了 就是这个电影里边 我们俩没有一起标系的机会 有点遗憾啊 对 就就避免了这个问题的发生 没有这种问题了 对 因为我俩基本上确实是没有对手戏啊 就是基本上我们俩唯一在一起镜头 就是一个带关系的镜头 也不说话 那这那这样合作下来就对对方有什么样的印象 可以讲 其实我俩是拍完戏之后熟悉起来的 拍戏当时真的接触时间特别少 就一天的时间 很难谈有什么的印象 大家都是就是 一生还当然都是很很友善 大家都是希望能够交朋友这样去去去来往啊 后面拍完之后 大家闲下了有些时间了 慢慢的收落起来 都是慢热起来 慢热都是 对对对都是比较比较好玩的人 因为我看到那个宣传的时候就是冯导经常会说 不要叫你们小鲜肉啊叫小鲜 你们自己后面会排斥这个叫小鲜肉啊 嗯 我我不当然不排斥 我反而我很喜欢这样的称为 其实这边这边是小炮 这边不是小鲜肉 小鲜肉我不太喜欢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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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称呼 我觉得呃太表面了 对对对对 当然这是大众给予的一个我们也不说怎么样 对但只是说我觉得呃 通过慢慢的我们这些作品的累积也好啊 呃人物的形象也好啊 希望能够更多的呃 让人们认识到的一种另外的形象跟标签吧 比如说我觉得小鲜我就非常喜欢 对这个称呼其实无所谓啊 呃都是 别人给予的一个一个呃 呃或者这个某这个时代这一段时期 他所产生的一个属性的问题 呃我觉得最终呃 呃长期的一个东西还是一个作品的问题 呃还是一个人这个人的本质属性的问题 呃我也不排斥 我呃呃我也不去推从 呃我觉得呃娱乐嘛 大家喜欢怎么叫这个是这个大家都可以 嗯 然后我看到就曾导跟两位的关系也是出得非常好 因为可能也大家会觉得他会脾气比较火爆啊这样的 但是就一开始碰到他会不会有些紧张 他后来又是怎样跟他就保持一个很好的关系 嗯 刚刚我们在采访的时候他说了哈 他说啊 呃 他跟我们相处 然后也更多的年轻的人年轻的小朋友也更多的认识到了他 然后他在跟大家聊天这样又拉近了跟年轻观众的一个一个一个距离啊 然后所有的东西都只是没有相处过后得出来的一个结论 那跟他相处过后跟每一个人相处过后你会对这个人有一个全新的认识 而永远我们比如说我们看新闻报道啊 以特别是一些八卦的新闻啊等等等等里边写的东西 他都都只是一个有可能都是假的 有可能都不是都只是太肤浅对太片面的一个东西 所以很多时候坐下来相处了过后 你会觉得小庄导演他不是那么一个严肃的一个人 他是一个特别搞笑幽默可爱 然后能够去容纳很多很多事情的一个导演 嗯 是的 对就是接触过后你就会发现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 小庄导演当然是有什么说什么直 但是这个其实是特别的真实啊 你觉得这种人你跟他交往 你会觉得很舒服 反过来 对